同樣的這首歌也是有關愛情 突然把這件事情告訴大家 我覺得有點汗兇 就是前一陣子 其實心情沒有非常的開心 就是有一點點覺得 欲足 然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我就寫了這首歌的旋律 我覺得這個旋律就在一直我的腦中 一直盤旋盤旋盤旋 然後 但是我寫不出詞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把這個曲呢 丟給我的好朋友 然後 他的綽號叫自然體 叫自然體 然後他就聽完 他寫的詞是非常細膩 然後他的文筆是非常的 可以深入情感當中 但是 我就是跟他說 我這首歌給你聽 然後你看看你有沒有幫我寫出詞 然後 他聽完的時候 他就說你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大概是blahblahblah 他就大概敘述說 我發生的可能的內容是什麼 我就說 對 然後他就寫了一個詞給我 然後我看到這個詞的時候 我覺得 還蠻厲害 厲害的地方是 他用我的角度來幫我寫詞 然後把我的情感 我的感覺 我直白的個性 放在這首歌當中 這首歌叫做 你的天空我的飛翔 就是 我覺得每個女生 或者是每個男生 你一定都會有一個 很友好的對象 有達以上 但是你不知道 那個關係到底是什麼樣 對 有點 讓人捉摸不定 然後在這樣子的情景下 我寫一下這首歌 有點害羞 好 接下來要帶來的是 你的天空我的飛翔 看著你是我又少了 像太陽身體是哪顆 你是一陌生藍色啊 未知的存在著 你的天空 清淨清脆 千多我天空 你我之間的宇宙 留下什麼在流動 每個黑夜 每個黑夜 與白晝 都因為你也溫柔 都因為你也溫柔 我哭我傷我的腳 都不再重要 每個故事的開頭 多想有你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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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為什麼 啊 但也是拥有 誰就灑脫 不免守候 等到心滑過 你笑著說 傻丫頭 說我們只是朋友 愛情不過 一場夢 你早習慣了漂泊 遠方依然 直到不離 追求 會有個他 等著你 出現在對的時候 一分一秒又一天走著 清晨狂昏的午後 望著 回到最初消失的距離 告訴自己 沒什麼關係 告訴自己 沒什麼關係 我唱我愛 遠行少來 都是對自己最誠的表白 不會別的 只因為 都是不一樣的女孩 都值得期待 不會別的 只因為 我就是我 謝謝